大家好 下边这个说这个 基督徒蒋介石国民党 长鬼子志气灭中国威风的第二步 或者说长鬼子威风灭中国志气的第二步 不能做到把敌人挡在国门之外 那就变成什么了呢 如果你还想抗日的话 那就变成什么了 那就变成诱敌深入 就说有人要抢你家 要到你家来 有强盗要到你家来进行抢劫 你如果不能把敌人挡在你家之外 那敌人进来了 你就得利用你熟悉你家里的情况 来跟敌人斗 你就不应该 在你家里找个最大的屋 拉开了 和这个强盗 教授 教授 为什么呢 那样以来的话 你跟强盗就平等了呀 你没有任何地利了 而且强盗嘛 就跟侵略者侵略 就跟侵略者一样了 侵略者侵略 他自然要有武器优势的 没有人没有武器优势去侵略别人的 那不找死吗 明明知道别人的武器比你强 你还要跟别人拉开了 搞所谓的正面战场 用一个基本的军事原则 哪怕你比敌人强都是这样 最大限度的消灭敌人 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嘛 所以古人就讲 叫做 避其锐气嘛 激其堕归啊 他也要睡觉 他也要吃饭嘛 他也有弱点了 你就跟打架也是一样啊 你打他拳头干什么呀 拳击啊 打脑袋啊 勾拳的呢 打下下饿呀 或者打下半身打这个肚肚子 你看那个那帮人那个裤裤穿的 那都要保护啊 你跟他在武器不如敌人的情况下 你跟他拉开了 打阵地战 那就跟当年这个 当年这个这个 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 红军跟国军 打阵地战一样嘛 针尖队卖忙 硬碰硬 毛主席说那是 叫花子跟龙王比保 这是国军占过便宜的事啊 到了抗日的时候呢 面对鬼子 他们呢 做到了这个 红军的位置上 啊 说准确点是第五次反围剿的 红军的位置上 然后鬼子呢 做到了 第五次反围剿的 国军的位置上 结果结果还用说吗 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 战略上还是战术上 国军的所作所为 他们的统帅基督徒蒋介石的所作所为 都是在长鬼子威风 灭中国之气 同时大量的消耗中国 有限的 非常有限的 甚至于可以说非常可怜的 自愿 结果呢 那国军成了 现在不是希望 喜欢说创新吗 国军成了创新神话的军队 人类历史上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啊 这个国军当之无愧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 创新神话的军队 只不过不是为自己创新神话了 是为敌人创新神话 鬼子不可战胜 的神话 是国军创新出来的 用他们自己的 愚蠢 其实不是愚蠢了 他们也不傻 他们就是想要失败 他们就是要帮助日本人亲话 没有别的解释 你打过红军的这个这个这个打法 转回头你就当上红军了 这这叫啥啊 还说还说这个这个解放军人海战术 国军那个那个所谓正面战场 那绝对是人海战术啊 而且人海战术还是在那呆着挨打 根本不主动出击 也不穿插也不迂回 简直是这个帮助日本人试验武器呢 日本人的这个军事上的武器上的优势 发挥到了极点 可以说 然后中国这边的武器的劣势 也发挥到了极点 结果就是 过军创新神话 鬼子不可战胜的神话 掌鬼子威风 也到了极点 灭中国之气 也到了极点 哎 说来让人生气啊 这是 这是算是我说这个 国军驻日秦华 在士气方面 驻日秦华的第二个 下边再说第三 让我稍微休息一会儿